来 你又为什么读书啊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这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是周恩来十四岁时立下的志向 他少年励志读书救国 青年投身革命 为中国未来奋斗 中年外交斡旋 挽回大国尊严 老年为新中国鞠躬尽瘁 死而后移 他的一生美儿美女 也没有任何遗产 却在离世后 引起了十里长街的悲道 百万群众泪洒送别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在默哀 以低半级形势 向这位伟大总理致敬 让我们追溯时光 走进周总理的一生 1898年3月5日 他诞生在江苏淮安 一个绍兴师爷家庭 父亲周怡能 年轻时曾考过秀才 给予儿子一个小名 大鸾 鸾像争着神鸟一样 期许他能翱翔天际 成就非凡 然而幼年的周恩来 却在颠沛流离的童年中 艰难成长 在周恩来不到一岁时 就被过继给小叔父作为四子 但过了没多久 小叔父便去世 他被守寡的四母陈氏收养 陈氏出身书香门第 尽管年轻守寡 他将所有大爱 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 抚养和教育上 四岁时 陈氏就开始启蒙他 认字写字 在窗前传授知识 教他移勇古诗 直至陈氏去世 周恩来几乎没有一天 离开过他的身边 1907年 周恩来生母和四母陈氏 相继去世 要礼完母亲的丧事 周恩来告别家乡 随着伯父踏上了 通往东北的求学之路 抵达东北后 他进入了奉天东关模范学堂 在这段时光里 周恩来阅读了大量爱国书报 在疑思课堂上 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 为什么读书的问题 同学们各书己见 有人说为了名利 有人说为了做官 还有人说是为了挣钱 而此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 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道 为中华知觉起而读书 那时的周恩来 已经意识到 中国人想要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必须要振兴起来 这团烈火在周恩来心中不断燃烧 推动他向前求索的动力 1913年 15岁的周恩来 随伯父到天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四年期间 周恩来在完成学业的同时 还钻研革命理论 不断组织学生参与反员运动 毕业后 他选择前往日本留学 在离别之际 他只留下一句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而在日本留学期间 周恩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 共产党主义的思想雏形 已在他的脑海里呈现 1919年 注定是中国动荡的一年 在霸离合会上 中国外交失败 引发了五次爱国运动 此时的周恩来 刚回到天津 就毫不犹豫投身其中 7月 他以南开校友身份创办了 天津学生联合汇报 并担任主编 9月 他组织创立了革命团体居务社 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 将反地法封建的爱国运动 推向高潮 1920年1月29日 为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 并查封学生联合会 周恩来等学生领袖领导数千名学生 前往直立省公署请愿 却遭到国民党血腥的镇压 周恩来当场被逮捕 被军阀关押7个月后 出狱后的周恩来不甘失败 便又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求学之路 1921年 23岁的周恩来 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 在欧洲创立的首个共产主义小组 1922年3月 周恩来迁居柏林 发起了旅欧青年团 同年6月3日 周恩来等一群积极向往 共产主义的年轻人 齐居一堂 共同创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四年改名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4年秋 周恩来欧洲回国 抵达广州 在张申福的引荐下 他受聘到了黄土军校 当政治教官 周恩来在教学上师入前出 生动形象 赢得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 仅仅两个月就被提拔为 黄土军校政治部的主任 年节26岁的周恩来 穿着军装 英俊潇洒 朝气蓬勃 1926年3月 因蒋介石发动中山剑事件 周恩来被迫辞去 在黄土军校的职务 但他在黄土军校的这两年里 也尽心培育了大批国军将领 他们之间亦师亦友 周恩来自然就成为了日后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国共联系的关键领带 1926年底 周恩来接到了秘密任务 被派遣离开广州和上海 前往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随着1927年3月 北伐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 他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级 成功赶走了北洋军阀的部队 然而国共合作在此后全面破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宣告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在这个动荡的时刻 周恩来与贺龙 朱德等人发起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自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武装斗争的序幕 与此同时 周恩来为保障中共临时中央的秘密工作 化名武豪在上海成立了中央特科 分社总务 情报 保卫三个部门 为中共提供了安全保障 到了1931年 周恩来被调离上海 前往中央苏区 先后担任党 政 军等重要职务 为苏区的全面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3年 蒋介石再度调集庞大的40万军队 对苏区进行围剿 周恩来和朱德在指挥红军与敌军基战中 成功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0月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1935年1月 在最议会议上 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为确立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爆发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身份赴西安 与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成共同商讨 并展开统南京方面的谈判 宋美龄等人做出了一系列承诺 在24日晚 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会面 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 受到蒋介石扣押 为了防止东北军的裂变 周恩来不遗余力对东北将领展开工作 以确保抗日团结的稳固态势 在抗日战争期间 周恩来长期驻扎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心地带 分别在武汉和重庆从事党务和统一战线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 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 同时也是各界人士了解共产党人品质的人格象征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 周恩来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协同毛泽东共同指挥解放战争 为我军成功赢得解放战争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和国务院总理的职责 为国家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他亲自主持制定和实施了五年计划 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了迅速复苏和跨越式发展 通过孜思不倦的奔走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风采 在日内瓦会议上 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一原则随后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根本准则 1955年 他参与了万龙会议 其间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外交策略 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崭新的大国形象 随后 周恩来还踏足亚 非 欧等数十个国家 成功瓦解了西方帝国主义 试图孤立中国外交的阴谋 他的工作日常总是超过12小时 有时甚至超过16小时 高强度的工作让周恩来患上膀胱癌 尽管病情进展到每天都伴随着便血 但他仍然坚持超负荷的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由于癌症的折磨 他的体重急剧减至仅剩60斤 可他依然起草和批阅文件 顽强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 50多年革命生涯 26年总理任期 日理万机 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离去 骨魂撒向祖国大帝 他的身后没有子女 也没有财产 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 撒泪送别 1976年1月11日 冒着刺骨的寒风 百万民众自发聚集在长安街 他们泪眼驼缩 悲痛欲绝 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总理的名字 陪伴他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